除了华丽的装卖店,个性又便宜的跳蚤市场也是纽约客们经常光顾的地方 日前布鲁克林最大的跳蚤市场增开了新的空间和更多的摊位,吸引了众多的消费者 布鲁克林的跳蚤市场一向以个性时尚又经济实惠而著称 为Skyline One Hanson的布鲁克林最大的跳蚤市场,今天增开了几个空间,吸引了世界这里的顾客前来淘宝 每个星期天,布鲁克林跳蚤市场一开市就会涌入大量人群 不像别的跳蚤市场,恶劣天气会影响生意 布鲁克林跳蚤市场位于布鲁克林地标性建筑威伦兰斯堡银行内 不但空间大,而且具有历史感的厚重华裔的室内装潢更是让购物者赏心悦目 市场经开闭的地库原是银行的金库,推开厚重的大门,古典又时尚的感觉扑面而来 古董家具,虽然上层的二手衣服和靴子 里面满目的手工珠宝,个性的复古二手包 还有相同的咖啡和奶茶,这里是时尚爱好者的天堂 在这里可以以三根之一的价格买到八九成型的大牌包包 更能买到仅有一件的手工制作,个性十足的首饰 由于家里木美,这里的回头客特别多 由于人量量大,这里吸引了150个摊位 在这里我们也见到了不少华人摊主的身影 Helen是曼哈顿一家奶茶店的负责人 在布鲁克林跳草市场才经营了两个星期 就已经吸引了众多的外国顾客 生意蛮好的,这里的人很多 顾客大多数都是外国人 介绍给他们的朋友或者他们的母亲说 你要试一下这珍珠奶茶是中国的什么特产什么东西的 布鲁克林跳草市场的营业时间为 每周日早上11点到下午5点 将一直持续到明年3月 看到这些琳琅满目的商品,您是不是心动了呢? 下星期间和朋友一起来淘宝吧 美国周恩电视,陈一子,吴大卫报道